朋友們就是女生會很感同 深受一些那種 私令過程的辛酸對不對 我剛剛在裝了一件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這首歌 我是一個沒有辦法在舞台 我說的舞台不是像這樣 就是在一個很高處舞台以外 跳舞的 可是我其實很想動 因為那首歌我聽起來就是很開心 因為我們剛剛在看的過程當中 我本來以為 因為我們如果還沒有聽過新歌 才會覺得 只要跟私令有關的歌 一定要不然就是很哽咽 或者是很激情 我本來就說不要我要 是很瀟灑 對 忘了算很瀟灑 而且他們唱的感覺都是輕鬆的 沒有感覺讓大家覺得 心裡面很糾結的感覺 但是他很難唱其實 就是要唱起來好像很輕鬆很瀟灑 但是他超難唱的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真是代表的是 那種糾結但你要瀟灑把它放掉 對 就跟我們碰碰感情的時候 如果不順遂的時候 你要表面上讓朋友感覺 喔好像沒什麼 可是自己才讓自己走過那段試練的痛 我們是要自己能夠承受的對不對 因為誰陪你都一樣 其實最主要是自己 有沒有認清所有的事情 跟自己發現自己內心深處所有的聲音 對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很多女生在失戀的過程當中 因為如果我們是一個旁觀者 在看這段感情的時候 有一些都覺得 他明明就是這樣 你怎麼看不出來 或者是失戀的時候告訴你說 我覺得你應該出去走一走 可是他就沒辦法叫窩在家裡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一次的 互動式的詹果MV 要讓所有的女生朋友們 在看完MV之後 有幾個選項讓你們來選一選看 是你們有什麼樣的方法 去讓自己失戀的心情能夠走過 來告訴你們說 這個失戀完之後 要選對方法讓自己走過痛苦 對 第一個就是這個鋸子 鋸碎紙團 就是剛剛那個女生拿那個鋸子 把那個鋸子團整個切爛的感覺 而且MV裡面還有火燒 對 燒掉那些紙 是 對 然後第二個呢 是水泥風箱 對不對 對 讓這個所有的朋友們 透過以前不開心的回憶 或者是那些很甜蜜的紀念品 他封起來永遠遺忘他 他封起來完還要砸碎 那是裡面的那個 也順便罵那個 對方是個砸碎 消除寒蟻啊 因為我有梗 好氣喔 好可笑喔 這邊都是火對不對 好來第三個是水淹自膩 把自己 這個好可怕喔 是 那天真的是 就是眼睜睜的要 要這樣子 把水完全放 放進他那個三角形的盒子裡面 是 很辛苦 你看我有多輕鬆 對啊 而且你看整個澆水的感覺 是你澆得很輕鬆 可是下面那個小女生應該很緊張 不會不會 他們都很專一 是 好的 我們三個選項先讓楊澄霖來跟我們分享一個 如果要你選 你會選擇哪一個方式遺忘悲傷 我可以先說就是這三個現實生活都不要隨便亂接 對我們心理測驗都是一個測驗而已嘛 MV裡面那只是意識形態 是 我 我會選水泥風箱 是 好的 因為可以就是封完以後 嗯 然後你再把那個東西砸掉這樣 對 就是封完之後 對 就是讓這個所有的記憶 一次聚集起來 然後一次把它忘了 我覺得正溺這個 就你在傷害自己的感覺耶 是 那最多我們泡水不要溺到頭了 就是泡在你之下 那就是泡澡就泡嗎 對 也要泡浴啊根本這樣子 好 也像死霸泡的樣子 可以看到裡面還有一些 比較有顏色的水乾 就要加一些精油或牛奶的感覺 對 對 我會選水泥風箱 是 好的我們來聽聽看 專家怎麼幫我們解說 如果大家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也是跟楊晨霖一樣 選擇的是水泥風箱的話 療癒的效果是什麼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就是要一起打 選擇水泥風箱的朋友 你抽到這個 結智牌 遺忘指數還不錯 百分之六十 這張牌其實還不錯 因為她自己 她這個是一個天使 她自己已經想通了 她的心靈也知道 可是她的情感還是有一點點 她自己還是會有一點拉扯 那這張牌其實 激光指數還蠻高的 但是她還是有一點點被舒服著 那這個最好的放鬆方式 就是出國 早上 有想玩水 對 或者是做這個SPA 你怎麼樣去放鬆都可以 那其實她就 她知道自己的下一步 應該要怎麼走的 算是聰明人 對 就是其實你已經自己 懂得怎麼樣 你不要自己附人 只是 可能沒有找到一個最好的方式 所以剛剛老師說 有三萬歲啊 或是度假 或是 如果她沒辦法度假 就做SPA 都可以 讓自己放鬆 對 我聽好歌 對 完全是 所以恭喜你們囉 對 好的 所以呢 這個楊承麗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很棒的方式 大家千萬不要忘了 要把這個很多的這個小技巧 記在心中 而且我們要讓所有的朋友們 就是我們看完這個 互動式的詹捕MV之後呢 去我們在這個Google Plus 跟所有的好朋友們分享 就有機會 可以把這個楊承麗的這個 獨家見面會的PASS送給你們 跟楊承麗有這個近距離這個見面的機會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們選擇另外兩個選項 就歡迎大家趕快到YouTube上去 點選這個 互動式的占卜MV 除了是這樣之外呢 我們現場還請到一個這個 剛剛我們在MV當中看到 就是在這個地下當中看到 這個札希老師也來到了現場 他要現場來幫這個承麗占卜一下 因為所有的朋友們 包含媒體跟我們 大家都相當關心 當然也是充滿了好奇啦 想要知道這個楊承麗 到底什麼時候 才可以把我們給你的祝福實現 對不對 你自己有沒有相當期待了 還好 還好 蛤 不是這樣吧 我們跟媽媽還有姐姐還有孫子 好朋友們都很想要趕快看到 你找到幸福耶 喔 喔 我吃穹了 是 好我們要請札希老師來到現場 好的 超怕善逃 我坦白 因為太準了耶 就是短期 短期之內真的是很準 好的 好 我們要請老師呢 幫我們來預測一下 這個楊承麗呢 是想幸福的人 也希望我們給她的祝福能夠真的實現 所以老師要幫我們請承麗抽出三張牌 代表現在還有未來還有老師的建議 好不好 會耶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很 就是我覺得算業這件事擺在感情上是一件頭頭髮 是 我從來不算 我真的每一次算都是因為工作 是 但是我們要請札希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並不一定代表只有算命這件事 對 其實 其實他只是給你建議跟方向 很多的時候其實 路視妳是可以自己選擇 可以扭轉就對了 萬一抽到什麼 對對對 他會告訴妳 其實說老師說的是方向 比如往東 妳就一直往東走 所以妳就可以找到妳知道 有不同反響的另外一半 OK 那妳先給我1到8一個數字 7 妳剛剛是1到8 7 剛剛妳想要緊張嗎 沒有啊 我1到8我一定選7 1到1百我也選7 真的假的 我就喜歡7 麻煩承麟幫妳 我這張叫妳 第七張耶 對 突然嚇一跳 對不起 對你們來說可能很沒什麼 但對你們來說還蠻意外的 對 是一個重要的 好 先把左手放上來 就想一下 關於今年的戀愛的運勢 今年已經過一半了耶 一定要 半年好喔 好 好 要認真想喔 要認真想 要很認真想才能讓老師 準確的幫妳預測出來 好 好 好 把內力灌到這個步驟當中 這樣 這樣 又是騎馬 這樣 好 好 要請拿下老師 請陳寗 要請出 請陳寗抽出 現在 然後建議未來 3張 建議 其實我是一個 不太猶豫的人 你要拿好 因為他的上下牌的 顛倒右官 不如你抽完上牌的一個 好的 好 好 要請張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要放嗎 不會啦 沒關係 他們乾脆 只是建議而已 好 好 現在 未來 建議 好 要請張老師 幫我們來解說一下 好 其實呢 現在呢 陳寗的牌是一個 到的 前壁3 那前壁3代表說 你現在其實 你在於工作上面 你會比較在乎一點點 因為它是合夥的關係 那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人呢 我覺得 可能還沒有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 你現在還在找尋一個 你的夥伴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 你是說工作夥伴嗎 還是 嗯 都有 工作 工作跟感情的夥伴 其實你都有在尋找 因為他這個 因為前壁3它是比較偏重於 工作的部分 對 那你就是代表 你現在其實 你比較想要 努力的是工作 嗯 但你很棒的未來 你抽到戀愛牌 欸 你看到沒有 這幾個英文字母 就代表著 我那我耳熊 對 他就是雅當笑娃 我以為是在做那個 那個天秤的時候 會遇到這樣 對 剛好你就去巴黎 這樣非常好 因為在戀愛牌裡面 你就直接抽到愛人牌 是 對啊 所以你整個 不用擔心